娱乐中心梁雪亭报导孙生前女友Wendy在一个现实动态 Po与一男子勾肩搭背的影片 图翻设自Wendy一个直栏T1桃源 报答啦啦对Leopard Girls成员Wendy林婉璇与网红反骨男孩孙 分手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4日正式分手后 一举一仍是关注焦点 而且与孙生互接老底 让网友们然吃瓜 昨27日 她突然在Instagram上传一段被男生勾肩搭的影片现实动态 其反应让网友纷纷猜测是否新欢 孙生与Wendy分手后隔空护腔 图翻设自孙生Nickson与Wendy日前宣告分手 才隔两周 二人圣诞节这天在IG演隔空护腔 Wendy发文枪孙生说要挽回说只爱我 但继续到处约炮 世界最瞎非你莫属 狗改不了吃 那就继续吃实吧 而孙生也不忍反击我真的绝无言 你在外面跟别人做爱 我根本不想管你 你 原耳朵关起来 我累了 真的 我们现在已经分手 谢谢 我们这样发现动 只会让媒体记者消费我而已 早跟你说过你永远听不进去 总之你成功 你成功彻底把我赶跑了 我也会让自己好好放的 最后Wendy则高喊那拜托放过我吧 Wendy澄清该男子是老板 图翻设字Wendy Egg昨日 Wendy在一个现实动态上 发出与男子兼搭配 她修校的影片 引起全网热议 纷纷怀疑否新欢 不过 她随后也澄清 该男子是她老板 崔老板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